今天小朋友大家好 昨晚分享 我分別有買到護膚品 化妝品 包包和鞋子 都是不同品牌的 所以我放在一條影片裡面 首先我會先講一下護膚品和化妝品 包包和鞋子就留到最後 我今天穿了這身打扮是因為 其實現在是晚勝節 但就是平日 我剛剛是課學回來 首先就是這個SK-II的面膜 超級喜歡用 回購了很多次 我買了四盒 這盒面膜是他們最有名的 Facial Treatment Mask 一盒裡面有十塊 我打開給你看裡面 是一個銀色的包裝 相對比較貴 所以我不是經常用 可能急救 有什麼重要節日 前一晚就會用它 它裡面的精華也非常非常多 下一樣就是這個SUSEDO的眼膜 也有公開眼膜的習慣 這個就是他們的去紋 我猜應該只有一個 其實我也不是太肯定 但這個也是回購的 我總共買了三盒 但我還有兩盒還沒收到 因為在購買中 一盒裡面總共有十二對眼膜 它是兜兜的 不會整扁的那個膜 它的精華也很多 而且偏白一點色 剛剛SK-II的就是透明色的 然後又是SUSEDO 就是他們這個去黑眼圈的眼霜 這個也是回購了很多次 而且我這裡將會說的東西 大部分其實都是回購 其中護膚品和化妝品 是會過期的 需要的時候我才會買的 而且我會等 可能是今晚來的 所以我也會 可能會入一點 平常用的 淺粉紅色的包裝 是他們美白的條線 這個 它有一個筆筆送的 照計 對了 筆筆在這裡 衛生一點 不要直接拿手去觸摸眼霜 這個眼霜 黑眼圈真的可以用的 我是看到效果的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了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黑眼圈是淡過之前的 如果你塗開那一陣子 但如果你沒有塗到一陣子 就打會完形的 黑眼圈就會跑出來 另外我也想說一說 塗這個眼霜的手勢 因為我開直播的時候 在Instagram 也發現有些朋友可能用錯了的手勢 其實就是要用第四隻手指 應該大部分的你們都知道 第四隻手指是沒有那麼大力的 就是對比起這五隻手指 就是要向眼頭方向打圈 就是這樣 打圈 而且不要塗在眉上 因為這個是有美白作用的 所以如果你塗在眉上 可能會淺色了 你的眉毛 就是向眼頭方向打圈 千萬不要這樣向出去 因為你向出去 其實會令到你的眼紋 會出眼紋 令到你 而且這樣打圈的話 向裡面打圈的話 令到黑眼圈不會擴散出去 因為你們明白我說什麼 向眼頭方向打圈 然後不要太大力 始終眼部的位置比較 delicate 不想三文 或者會弄傷眼睛 所以這是補貨 是日常的眼霜 是有15度防散 我現在順便打開 因為我已經用光了 今天剛剛用光了 眼霜真的不用塗那麼多 還有剛才說過的sucado 一個豆的份量 其實兩隻眼睛 今晚已經夠了 這個也是一樣 Perry是我最喜歡的護膚品牌子 它也是有一個筆筆 其實我很少用這個 因為這個也是類似膠的 因為我用的那些面霜也有點鐵 好了就是這樣 用了真的很久 因為你只可以日常才用 晚上就用sucado 那一隻 有spf15在裡面 是一個白色的膏 它有一個女子 可以打開 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我都留下這個女子 可以有一些小 sample 我就不隨便說了 就是去department store 很多時候都會選五樣的小 sample 這些 還有其實很多的 這個這樣 還有sk2我買了那些膜 它又送了這個 比較多一點的化妝袋 裡面還有原來 它還有面膜 但是不是我平時用的那一隻 是它另外 美白的面膜 其實我現在很少用美白的面膜 但是有兩塊 也不錯 還有一堆的小 sample 也不一樣說 好了 現在有一個化妝品 因為這個小小件 我先說了它 就是這一盒 Charlotte Tilbury的眼影 我其實還沒看 其實我今天剛剛才收到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沒試過這個牌子 直到Nostrum的簡價 我就買了它的bronzer和胭脂 非常喜歡 每次化妝都是用它的 我今天也是用它的bronzer和胭脂 都很適合我們亞洲人的膚色 很漂亮 包裝很像它那個 我有那一盒 看 是金色閃亮亮 這是什麼 可能是粉 原來這裡 難道碎了 不好 我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嚇死我 一打開就有這塊紙 有一塊鏡 讓我看看 這顏色很漂亮 很像Urban Decay大地的顏色 就是這樣的 希望你看到 全部都是閃亮亮的 很漂亮 五個都是Matte的顏色 其他全部都是閃亮亮的 真的很漂亮 然後它也有粉 給你看看 很有趣 這裡寫著可以日常用的 Date 然後上班 Desk 然後這裡就是Date 約會 然後這裡就是Disco 即是去派對 也很細心 而且快鏡的質素也挺厚 其實我還沒用過 Charlotte Tilbury的眼影 但我也對它們很有信心 因為它們的 胭脂 和他們的bronzer 我也很喜歡 到最後兩件的五絲品 就是一個大盒 這個是May E的 就是Laclary的 另外那盒 其實也可以拿出來 也是這樣的 因為這次Laclary 出了三套的Holiday套 我很多時候買他們的 護膚品 都是在這些時候買的 因為通常他們會 出聖誕的妝 所以會便宜一點 計算 而且我也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子 真的是我長期粉絲 這個盒也挺重的 就是這樣 包裝也非常luxury 這個 然後它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其實可以留下來 這些 可能可以用來佔著 飾物 那些 不要浪費 而且這些盒也可以留下來 因為那些 不知道 我也在這裡 然後這些也挺硬的 好了 重點就是這裡 這一套 就是他們的Platinumwear 一套 晚間的 霜霜 還有眼霜 它分別有這個 就是 Eye Serum 我可以做一個短短的review 因為我去年也有買到同一套 而且這個真的有點重 等我 可能逐一隻 拿出來 就是這個Eye Serum Platinumwear 是他們最貴的一條line 我也是最喜歡的 但價錢實在太貴了 所以我也有隔著用他們另外 Skin Caviar的lux cream 我之前用完整支 都非常滿意 而且我看到效果 因為很多時候Eye Serum 真的很難看到效果 但現在就知道 用開Eye Serum 我現在可以開的 因為我都準備用它 有一點點 閃亮的效果 所以之後塗了出來 好像眼底很有光澤 而且它 看了說明書 是用這個去直接塗下去 但我沒有 而且很香 很想念它的味道 其實他們整天這個 全部的味道都是一樣的 除了眼霜之外 我就是點在我的手指上 因為也是那句 衛生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很推介 然後他們的眼霜 這個眼霜 其實我只是一般 很麻煩 因為可能我始終未說有很多眼紋 而且未有 一些問題 而且始終可能 眼的位置算是年輕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油膩 可能太滋潤 對我的眼底來說 所以這個是 塗超級超級少 如果塗得多的話 這個是起油之粒 然後我也未用完 我上次去年買的那一盒 然後 就到這個 臉部的 serum 跟剛才眼睛那個 一樣包裝 但比較大 也可以打開 因為我都準備用它 就是 也是類似的 有一點點光澤 但是這個 會比較厚 因為始終是塗臉的 serum 比起眼那支 你會看到 這支可能會透一點點 這個也非常非常滿意 配合他的臉霜 一起這樣用 非常好 這個是他的臉霜 超級少 超級喜歡用 但這個很貴 你看到效果 用完幾天之後 你看到臉霜 是光亮了 有光澤 是真的很明顯的 另外 Skin Caviar Luxe Cream 也有效果 但那個其實是 提升你的臉皮 Lifting 但這個 是給你的光澤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 是有分別的 如果我長期用這個 我會感覺到 臉部好像有點鬆了 因為我沒有用到 Luxe Cream 沒有Lifting的效果 所以我隔著隔著用 大約兩個禮拜 就換一次 這個我就不開了 因為我下面 還有一盒 是差很多用完的了 其實不用塗那麼多 因為有些朋友都說 可能Lipari 是給一些成熟機 那些 但其實我真的 從小已經用到大了 Lipari 所以可以按照你的年齡 如果你十多歲的話 可能用很少的份量 越大 可能用多一點的份量 看看你的臉 還有是不是油 那些 如果是油的話 可以用少一點 但是也建議 可能去專櫃那裡 問他拿一些實驗 試一下 因為我知道Lipari 那個Luxe Cream 那個魚子 是有朋友敏感的 否則會浪費了錢 因為始終真的很貴 到最後 這一套裡面 還有一個棒棒的 就是這個很特別 很漂亮的棒棒 有一個閃石 後面又寫了Lipari 就是衛生問題 就可以塗的 我通常會先洗一洗 之後會用它 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 最後一大盒的 護膚品了 我現在想起 其實我拆了兩樣東西 出來使用 因為我已經 缺貨了 所以我就 等不切 拍不切片 就拿來使用 有這個 它叫做Essence in Lotion 是有點像Toner 但是厚身版的 這個是應該是 很多東西之中 最新推出的一個 也非常滿意 而且這個是我用的第二支 我已經用完一支 也非常喜歡 所以有買到這一套 它的質感是 倒一點點 因為很貴 就是一個 比Toner厚身一點 就是適合 適合 也不至於適合冬天 因為其實這些 其實是365天 我也可以用到的 推了出來 就是一些水 但你會感覺到 它的質感比水厚 而且用完之後 臉上很舒服 而且也很香 是他們的Luxe Cream 沒有那麼重 味道 是淡一點 因為始終是這個 水衰的 非常喜歡 會繼續繼續回購 我照有塗我的SK2 神仙水 當Toner 之後就塗這個 之後另一樣 我在用的 就是這個 面膜 這邊是英文 超級超級喜歡 也是回購的 它有一個掃子 可以用來塗面膜 但其實我平時是用手指的 很少用掃子 去塗 因為要洗 我也是留下這個 女子在這裡 它就是這樣的 是粉紅色的 味道很香 但味道沒有Luxe Cream那麼重 而且好像有點不同 然後這個 其實是碎面面膜 平時有些日子 可能去派對 很懶 想快快去下妝 之後 就不想塗很多的步驟 因為其實平時 我的晚間 皮膚治療程度 都蠻複雜的 很多東西塗的 但我有點累的時候 我就會 可能塗一塗 Toner SK2的神仙水 然後直接塗這個 其實很厚很厚 好像當是平時塗 Night Cream 然後很好 因為第二天起床 也不會覺得很乾 塗了這個之後 好像塗了很多護膚品 一樣東西在臉上 所以我也很建議 這個 是給一些懶的日子 對 不建議每晚都這樣用 有最悪感的 如果化妝之後 不下妝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幫忙 好了 到最後一件 在這隻東西裡面 就是這個 這個我第一次 用這個全尺的 其實我還沒用 這個 但我試過它的DELUX的尺寸 也挺大的 它平時的DELUX的尺寸 因為有時候買東西送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 魚子的 serum 你可以看到一顆顆的魚子 然後DELUX的 sample 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知道它是怎樣 你一擠出來 它就會壓到 魚子出來 我現在不開 為什麼我會 對這盒有興趣 因為我正在用 它真的一粒粒的魚子 是 塗出來的 我會放一張照片 在這裡 其中一個地方 然後可以看到是一粒粒的 然後我也蠻喜歡它們的效果 相信這個會更方便 真的不用像我現在用的那個 自己塗出來 再放在沙布 然後抹在臉上 比較密碎一點的那個 這個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抹 以前也有試過幾次他們的 sample 之前也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但可能我真的 老了 所以這些開始適合用 所以我也想快一點 他們的eye cream 我也適合用 因為LAPERY的 剛才的Platinum Wear 還有他們這個Skin Carrier的eye cream 我也不適合用 比較進來一點 好了 講完護膚品和化妝品 現在講鞋子 還有包包 首先講鞋子 第一雙鞋 就是Dior的 然後這個 其實這些東西 我不是一次過買的 是買了 可能分開幾段時間 但我又聚集了他們 做一個luxury haul 這雙鞋子 其實我已經癢了很久 我忘了給你們看 是有兩個袋子 是鞋袋來的 Dior 這一款 真的很難買 而且我平時對Dior的東西 都沒有特別大興趣 但這雙鞋子真的很有興趣 因為是一個很classic 很signature 你們應該猜到哪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先把這個 就是這樣的 它有個蝴蝶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布料 類似 類似鞋帶 還是什麼的布料 是皮革 尖頭 這雙鞋子 不是太高 而且你看到 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這個 是很紅的 這雙鞋子 我買的尺寸是35號半 而且我想發現 它有個星星在這裡 很有趣 然後我看到 是那時候試試36號 還是35號半 但這個穿出來 好像合身 合腳一點 沒有那麼大 皮革 不是說是七皮的 是普通 皮革 那時候沒有七皮 但我覺得這個 也不錯 也不錯 因為其實我也有些 CL Louboutin的七皮革 下一雙鞋 就是這雙DNG的鞋 這雙鞋有減價 剛才回到Dior沒有 因為是signature classic的款 是拖鞋 是這樣的 是金色和紅色 還有一種膠膠的味 因為其實這一年 也很流行這類型的 拖鞋 因為也很方便 很舒服 而且很輕的 這雙鞋 近鏡 可以看到它的珠珠 蘇蘇 那些 也很特別 而且我發現我也挺喜歡DNG 那些款式 不只是鞋 可能他們的衣服 也挺漂亮的 但衣服真的太貴了 它的花花裙 非常漂亮 但真的不捨得買 好了 還有兩雙鞋 這兩雙鞋 其實也是同一款 但不同顏色 就是McQueen的波鞋 其實我有過McQueen的波鞋 因為太好穿的關係 太喜歡了 所以我買了多兩雙 但不同顏色 就是這一雙 他們最有名的 就是一個口底波鞋 這個是後面粉紅色 我有一個就是黑色 這個真的超好穿 真的非常非常好穿 可以逛很多小時 逛街 完全沒問題 而且可以給我一個高度 因為我真的比較矮 五尺二吋高 差不多 所以這一吋半左右 非常需要 然後我買的尺寸 就是36號 這裡有個貼紙 然後我們近看這裡 寫著McQueen 還有一個鏡皮的粉紅色 他們也有出不同的顏色 一隻顏色 其實我已經穿了 但這一雙 就是這樣銀色 有沒有寫McQueen 這個後面沒有寫McQueen 但它是一個不是鏡皮的設計 是一個真是metallic的設計 這個跟我的黑色不同 因為我黑色那一雙是鏡皮的 而且真的實在黑色 同款的 非常喜歡 而且很推介大家買這個 也是一樣 全部買36號 是非常適合 好了 現在說包包 我先講一個特別的包包 其實挺配合我這個外套 好嗎 這個是我的 博人工人的外套 再加這個蛋糕 就是我做蛋糕 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包包 這個是Kate Spade 然後還沒用 其實我是在生日的時候 我是9月14日生日的 就是那段時間 之前訂的 但到不設貨 起初想著可能生日的時候 要拍照 那些 但也很有趣 這個包包 可以用來 裝飾 放在那裡看也很漂亮 而且它真的有這些 這些車尼紙在上面 還有這個霜 很可愛 還有這個座 然後裡面的尺寸 其實這個 真的用來看 用來擺 一打開就有這個 它的塵袋 我先拿這些紙出來 就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扭 可以拍扭 然後這樣打開 其實也能放東西 但可能要小心一點 好可愛 好可愛 真的超級可愛 就是這個 其實我已經開了 我在instagram的live 率先給我instagram的觀眾看了 然後就 對 已經沒什麼神秘感了 因為不是開了太久之前 所以我記得自己買了什麼 但是這個粉紅色的包包 這個就是他們的twist 一個系列 為什麼它叫做twist 因為它這個開箱 是真的twist的 你這樣看到是LV 你這樣一轉的時候 一twist的時候 就會變成V 所以這個是它的賣點 其實這個包包 一打開裡面 就是一個淺灰色 一個sway的質地 給你 你看到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幫我的狗狗 很happy的套餐寶 然後它有附送這塊鏡 其實是第一次買 LV百包送鏡 或者買袋送鏡 但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鏡 如果你們有買這個袋 也知道是什麼的話 就告訴我 而且它是 這個有個位置裝的 它這邊有一格的 可以放一些東西 那些這樣 這個袋子後面 是沒有格式的 可以旁邊背 或者斜背 也可以的 放長那個繩子 而且我遺忘了 旁邊的袋子 是這樣的 它的形狀很有趣 而且近看 它的線是黃色的 這個是小一點的 我其實這個 是在紐約買的 是蠻即興買的 這個 也是粉紅色的 Hello my baby 真的很喜歡這個款的袋 之前也買過他們的 Ponogram 然後有個格子 還有紅色的擦皮 這個就是他們的粉紅色 有一點點橫隔的皮 是有點像我剛才twist的那個顏色 跟一隻粉紅這樣 下面也有一些釘在這裡 這樣很有趣 可以這樣手抽 也可以斜背 它裡面有一條帶子 還有這裡有把鎖 繩在這裡 不下繩子也可以的 超可愛的這個袋子 好了到最後兩個Gucci袋子了 第一就是這個 很漂亮啊 是盒子 最初沒有手拿盒子 但後來搞了一段時間 終於拿盒子了 這裏是防塵袋 是什麼顏色 都是那種顏色的 粉紅色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Helvet 是鏡皮的設計 這個是小尺寸 有這個GG的logo在這裡 然後後面有個心心 因為我其實有這個 大一個級的尺寸 還有另外淺粉紅色 但不是這個質地 這個是金蓮 你看這個袋子 也很漂亮啊 這個袋子 打開就是按這裡 一打開 這裡是粉紅色 然後裡面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藍色 它有一格的暗格在這裡 可以放一些卡 這個袋子也可能比較小一點 我最主要是用來斜背 也可以 旁邊什麼都可以 它很好 有這個 不會是鐵鏈 有時候會很痛 背得很久 那時候的肩膀 到最後一個包包 就是這個 綠色的GUCCI盒 很特別 因為這個是花花 我之前也有過這個盒 而綠色這個 真的是第一次見 也是一樣 有個白色的GUCCI防塵袋 這個款式比較 經典一點 我也有它大一個尺寸 但是不同顏色 就是NUDE色 其實這個袋 我恨了很久 因為之前斷過放的這個袋 而且這個尺寸 而且這個尺寸 好像也是在Blogger's Guide 也蠻有名的 所以之前就斷了 但是現在就回貨了 所以買了這個 是類似方方形的 龍頭在這裡 正面就是這樣 旁邊它也有這些質地 是一些遊戲機的設計 後面是沒有包包的 而且這個皮 是比較耐用一點 因為我有它的粉紅色 但是帶一個尺寸 開的時候也是在旁邊這樣開 打開 裡面也是一些遊戲機 這個只有一格 如果帶一個尺寸 就會有兩格 這樣 裡面完全沒有暗格 這個袋子 是 這樣一條鍊 我應該會這樣背多一點 側面 因為斜背應該有點長 因為起初 我真的不知道是那麼長的 後來去到店裡試 不知道為什麼上網 或者Instagram的照片 看到Blogger可以斜背 對 他們可能高的問題 可以斜背 但我比較微笑 好了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我買了這些包包 裡面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以及哪一個鞋子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今天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拜拜 還有微博 拜拜 拜拜